北京这些年建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园 蓝天白云,绿草如荫 老年人可以在这溜溜玩,年轻人可以跑跑步 可是总有些不守规矩的人会打破这种美好 想想到你漫步在公园里,看到本来干干净的路上读出了一坨坨狗的排泄物 或者跑着步冷不丁就穿出一条没拴绳的狗来 把你吓个够呛吧,人家狗主人还说你吓人家宝贝儿子 你说烦不烦,就像这个小公园开放不久之后 果然就迎来了这些欢蹦乱跳的狗和他们目中无人的主人 说真的,以前我还真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养狗的人 后来算是明白了,牵狗去不该去的地方 遛狗不牵绳,随地拉遍遍 这不招人烦吗?这么大的牌子挂在门口 只要不瞎应该都看得见吧 就因为门口没人捡票没人管 据说保安也曾制止过 但是被某位自称是北京人的狗主人 那是一顿怼啊 人家保安营业拿那点钱也犯不上跟他们批命吧 我猜如果我去制止他们会说 是你们家吗?关你什么事 被怼一顿倒是没啥 就怕他是个正黄旗 掀起额头露出个人身文什么的 那可就太吓人了 话说回来,北京这些年不断增加城市率的面积 这是好事啊 很多人多了一处锻炼身体呼吸吸烟空气的好去处 可这儿不是宠物乐园啊 甭管你是哪里人 你生活在哪儿就应该守哪里的规矩吧 所以对于这种去禁止宠物入内的公园里遛狗的人 你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主要就是想抨击丑恶 祸相争气 请您关注 雷雷和乔乔 咱们明天见 好看